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美国股市呢在过去两天也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虽然涨幅不是太多 三大指数平均上涨呢都在0.3%之间 黄金价格呢则因为股市昨天的上涨而出现了小幅的下调 目前呢金价再一次下跌0.7% 非常不幸呢又跌破了1250 油价呢则昨天再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 涨幅为1.7% 目前油价重新回到了50美元上方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刚才说到的啊 姗姗来迟的澳洲股市 我们在最近几周看到的澳洲股市涨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似乎呢并没有在任何消息或者说好的利好的消息发布之下 澳洲股市都出现了如此的上涨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啊 即使在过去几天澳洲股市下跌的时候 它的跌幅也是非常的小 都只有0.1%到0.2% 但是过去几天的涨呢上涨的时候呢 有时候则达到了1.6%甚至于1.4%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有的同学们就只站二合上摸不着头脑啊 为啥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澳洲股市还能这么涨呢 我们不妨呢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呢在澳洲股市中 两大行业是占的比重最大的 以前老大和老二呢 这个老大是矿产 老二是金融 那最近几年呢 由于矿产价格的暴跌 使得矿产的股票的股价出现了下调 现在老大已经被金融业代替 矿业呢已经退到了第二个这个比重的 权重比重的行业 那么从这些矿业的老大老二和老三的股价来看 他们的价格似乎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像币和币托利托以及福特斯三个公司呢 这个股价的变化距离一个月前的最高价 目前还差了10%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在这个资源股下跌的背景之下啊 整体大盘还能够上涨呢 那就像我刚才说到一样啊 资源和银行或者说金融是作为两大支柱 那么现在资源没涨 整体上涨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呢 这个金融股的啊 奋发突强 我们看到呢 现在澳洲不论是大的银行 小的银行 基金公司等等 只要是跟金融沾点边 上市公司都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剖开一点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些金融股的上涨啊 很多时候呢 是由于投资者对他们预期盈利的期望值得到了上升 那为什么说大家会觉得这些金融企业银行 未来赚的钱会多呢 我们依据中文的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金融企业啊 多赚的钱还是来自于我们投资者和消费者 那其关键因素呢 其实可以源自于两周之前政府再一次出台政策呢 是要打压目前澳洲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关于投资房 也就是说你自住的那个可能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如果你花钱去投资的那套房子 目前的利息上涨了0.2% 大家不要小看这0.2%啊 这个上涨呢实际上是已经建立在啊 过去三周这个美联储已经加息涨过一次成本的情况之下 目前是第二次上涨 专门就是为了打压目前过热的投资投机房市场啊 你可以说成投机房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 不要小看这0.2% 如果你是100万澳元的贷款 一个人每年就要多付给银行2000澳元 那100个人呢 那就是20万 那如果1万个人呢 就是2000万 那如果是10万个人 100万人呢 那就不好说了啊 所以说呢 银行通过这一次提高这个投资房的利率 实际上呢 是收获了一大笔不易之财啊 所以说他们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啊 这个是在表面上看 是为了打压目前过热的地产市场 但实际上呢 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本身的利益追求啊 而现在呢 其实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赶到股市 这种做法呢 在澳洲目前两周见效很快 但是呢 这也是中国方面一直是梦寐以求 却没有实现的啊 我们知道中国出台政策打压房价 已经打压了十几年了 这房价就从来没被打压过啊 目前呢 已经各地是出台了各项限购 甚至于是限卖的政策啊 啥叫限卖呢 就是即使是你买入了之后 不到时间的限制 你不能卖出去啊 连这样的政策都出台了 但是房价依然没有得到控制 原本呢 政府是希望你不要再去投房地产了啊 可以投点股票啊 推动一下实业 让公司呢啊 多赚点钱 可以多请点人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中国的这个房价依然没下 而股价呢 却迟迟上不去 这个同样一条措施 在澳洲使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但是在中国来说的话呢 目前是迟迟不见效应 啊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呢 只能说啊 对于房价的限购 以及推动资金 从房地产转到股市 这样的政策 在中国 只能说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可能大家要问 那么现在既然这个欧美都已经创了新高 而且是历史最高纪录 澳洲股市却迟迟没有爬上 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 那么未来 它会怎么走呢 首先我们知道呢 你未来永远都 谁都不知道啊 即使我现在说的头头是道 大家也要记住 我也是一个猜 只是呢 猜的时候 有的人是拍脑门猜 有的人呢 可以跟你举出他的原因 12345 但归根结底 还是猜 那么既然是猜 我们就随便来说 我们知道呢 刚才说到澳洲股市两大权重板块 就是矿业和金融 因此如果以后澳洲股市要上涨 这两个行业 必定必不可少 那你要矿产上涨 金融上涨 就要知道 让他们的利润 至少是大家觉得 他们的预期利润还会上涨 那么矿业毫无疑问 那就是和铁矿石 铜啊 铅啊 能源啊 这些东西打交道 这些价格要继续保持在目前的高位 只有靠啊 这个需求量不断的增加 甚至于说呢 需求量至少说不能减少 啊 那么再跟归根结底 目前依然是中国使用铁矿石 使用铁矿石的量呢 是全球第一 因此要保持铁矿石目前的两年高位 中国的需求量不能降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不能慢 以及中国的目前的这个财政投入 不能少 那么说完的是铁矿石 咱们再说的第二 那个另一个行业 金融板块 那金融板块呢 毫无疑问 主要市场来自于目前的房地产和商业地产 其他的包括旅游啊 农产品 银行都会插一脚 但咱们归根结底 目前不论是金融地产 还是呢 我们说的这个啊 矿业和股票 很多时候都和中国的经济 或者说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者呢 是密不可分 矿业之前大批的中国资金来买 房地产大批的中国人来买 股票啊 虽然没有大批的中国人来买 但他也得益于这个地产的上涨 以及呢 这个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所以说呢 我们说啊 现在澳洲的经济啊 是搭在了中国这条大船上 现在呢 澳洲整体上来说 正直看美国 经济呢 是抱中国的大腿 那么中国今年能够撑住 或者说还能上涨 那就万事大吉 如果今年中国的GDP还在下降 明年下降到6%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澳洲靠什么去咸鱼翻身 我本人呢 暂时是没有看到 所以说呢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澳洲股市的一个简单看法 总体上来说 澳洲的股市的走势 基本上和澳元长期的走势 可以说有点相似 就是看澳洲的经济能不能好 而澳洲经济的好坏 直接取决于 第一 铁矿石价格 第二 人民币下跌速度的快慢 第三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中国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说的产品 今天说一下这个黄金产品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呢 在16号到现在31号过去的两周时间里面 是出现了一个两周的上涨 在这两周中 不要说是这个四小时级别了 就算是两小时 一小时 三十分钟都没有出现过下跌 但是这个趋势呢 在今天有可能 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被改变 目前在一小时上面 黄金已经开始下跌 但是在两小时上 目前还撑在关键价格之上 那如果我们投资者呢 看到这个图形 以图形来分析的话呢 如果价格在1240 1240.5 我们1240吧 保守一些 1240的价格之下 超过两个小时 那毫无疑问 金价将出现重大的回调 所以投资者呢 对于现货黄金 今天可以重点对待 最后呢 今天晚上到了七点半的时候呢 是英国的GDP数据 再到澳洲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是加拿大的GDP 再往后看 到了凌晨十二点钟和一点钟 美国有两位联储官员 出来说话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 不论是这个英镑 加元 以及美元的走势来说 都会变化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小心风险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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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